如果你今天在墾丁要骑铁马的话呢 倒是建议您今天的话要带把雨伞了 因为今天墾丁的降雨会比较偏多 最主要南风带了水汽上来 相对的在墾丁旅游的朋友 今天都感受到一整天云层量多之外 还伴随着有些震雨的状况 那其他地方呢我们就来看看了 中部以北阳光露脸 现在北部气温到了28度 中部地区在27 往南走南部地区现在是云层量比较偏多 气温在27度 到了东半部地区的天气状况来说在26度 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现在的这个时候呢 到了墾丁旅游的话 今天的天气不稳定了 有震雨的状况发生 倒是在高雄以北的朋友 今天仍然会阳光露脸 但是在中部以南地区的山区的午后 震雨会比较偏多 外岛地区也都是天气晴朗 来看到卫星云图 看到卫星云图 当然先往北边看了 玛瑙台风今天会逐渐的往北的方向走 会影响韩国 你今天要前往韩国要注意航班 不过很快哦 今天傍晚以后就整个往东北走了 所以影响时间来说并不长 再来我们就看看地面天气图了 从地面天气图上可以注意到太平洋高压了 这高压最近影响日本哦 日本连续好多天都是高温39度的天气了 不过高压还没有到我们台湾上空 相对的我们今天是在南边的一个小的低气压影响之下 南边的低压带上来的水汽使得在高雄以南 在包含了屏东跟恒春半岛云层量多之外 有争雨的状况发生 那这种天气会持续多久呢 大概持续有三天到四天左右 等到了星期五开始呢 太平洋高压势力整个伸展过来 低压呢已经逐渐减弱消失之后呢 我们的天气状况来说逐渐回稳 所以这个周休假期又是天气晴朗又稳定了 接着来看看今天的温度了 先注意到高温的部分 北部地区34度外出防晒不可少 还有中午很热哦 记得要多喝水 到了中部地区呢 会有些午后真雨 山区部分多平地偏少 高温33 有没有注意到往南走反而高温下降 因为最主要云层量多的关系 短暂雨的状况来说 越往南走到了恒春半岛就更明显了 到了东半部地区呢 天气晴朗防晒不可少 今天可是星期一哦 我们就来看看未来一周的天气了 明天出去游玩 明天出去上班上课 天气形态来说呢 高温炎热要注意防晒 另外午后阵雨在中部以南明显 周三一直到周五 都是受到这个小的低压系统的影响 相对的呢 在南部地区跟东部地区 主要是东南部地区 都会有短暂雨的状况 在中部以北呢 要注意的是塞巴河的天气 等到了星期五开始 太平洋高压势力伸展过来 降雨减少 到了这个周六周日啊 外出游玩要注意防晒 只有山区会有些 午后争雨的机会 所以呢 我们的天气形态来说呢 在周四周五之前的时候的 降雨形态来说 还是比较偏多一些呢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了 往北走 外出活动要防晒 往南走呢 到了恒春半岛 记得要带雨具 但是山区的部分呢 午后争雨今天也是会比较明显 下午在山区行车 要注意安全 现场交还给淑芬 例子 怪 如果 谢谢大家